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朝鲜已经确认它发射的弹道导弹 名称叫火星炮19 说叫是一个新型的洲际弹道弹 它这个飞行距离非常长 现在有人测算应该是超过了14000 14000到16000 实际上它这个飞行距离非常远 也挺有意思 我可以现在得到美国那边一些情报 或者俄罗斯那边的信息是 美国人不认为它朝鲜导弹末段有突防能力 也就是说这个导弹是精准度 或者是它有可能在高传因素末段突防的时候就被烧毁了 美国人认为这个东西没威胁 你没听错 美国人认为这个火星19没有威胁 别看打得很远 朝鲜31号发射这个火星19呢 它的上升顶点高度在7687.5公里 飞行距离达到了这个1000公里 然后呢飞行时间是5156秒 然后呢有人就可以算一下 它具体的 它往高打嘛 然后算一下它往 如果是这个横着打的话 那么这个距离多远 其实就乘以2嘛 14000嘛 高度是吧 乘以2 这个 这就很有趣了 这个它能打这么远 这个换句话说能覆盖美国全境 那美国人为什么不害怕 刚才我说的美国人为什么不害怕 就在这个美国大选和俄乌冲突 包括朝鲜派兵到乌坎这个关键时刻 半岛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情况下 这时候突然间来了一枚弹 7000公里的新高度 时间性敏感性 是吧 时机敏感性 时机敏感性 全部都在 美国大选在即的情况下 朝鲜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这颗弹 发射了 向世界表明了拜登政府的 就实际朝鲜向世界表明 拜登政府的所有的朝鲜半岛 这个政策全部失败 我照样干你 就是意思 你拜登没有威胁着我 说白了 拜登之前做的一切 好像是哈里斯去的朝鲜半岛吧 去过朝鲜半岛 三八线 讲了话 跟他妈那个 麦克阿瑟学的 戴个眼镜 到朝鲜的美国人都愿意戴个眼镜 学麦克阿瑟 又装逼 现在一看 这玩意明显 明显就不是什么 有自己主张的人 愿意学人家 从二十年开始 朝鲜连续进行导弹施射 累计一百多次了 说白了 你拜登 你想想你干了什么 你干的不就是阻止朝鲜施射吗 现在看你失败了 你失败了 朝鲜上来就直接把太平洋 当成自己的把场 所以有人说 拜登在朝鲜半岛赢 或者是成功 他的政策成功 那你就睁眼说些话 现在就是提醒美国选民 拜登的朝鲜政策失败 今年九月份 朝鲜成功试射了火星十一 改进行了新型悬要导弹 现在又放一个七千公里的 实际是你可以算一下 能打高七千 基本上他能干一万四一万六了 这根本就不把拜登放在眼里 实际就告诉世界 包括美国选民 现在拜登的所有朝鲜政策都失败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朝鲜 俄罗斯的军事互动 对吧 尤其是朝鲜派兵到乌克兰 俄罗斯刚刚进行了核战战联系 三维一体的 打了一枚亚尔斯 全程的 这就是朝鲜 美国人判断朝鲜不具备全程的能力 也就是说他末段可能就直接烧毁了 包括美国也说 美国说美国家确认俄罗斯没有帮助朝鲜 应该是炸烈导弹这方面 没有帮助朝鲜 这是美国最新确认的 这个话潜在意含义什么呢 就是朝鲜还是原来那样子 潜在意识就是还是原来样子 他们因为他从来没做过全程的实验 就是你最后高超音速突防的时候 你那个燃烧材料 隔热材料能保证不被烧穿吗 对吧 这是个问题 就是美国人不相信你能威胁我 俄罗斯这个潜艇部队 沃沃沃沙海 巴伦之海发射潜射弹子弹 然后呢 图95也上了三维一体 核力量展示 而这个时刻 朝鲜打了这枚洲际导弹 要比朝鲜单纯进行导弹试射 要更有敏感性 因为它跟俄罗斯是联动的 意味什么呢 意味着这枚弹撬动了两个国家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美国 牛逼吧 这个时间节点 但这种操作 作用 咱们讲过 美国人没使用 就是俄罗斯放了弹以后 咱们讲过 美国人根本就没有 不感冒 是吧 是为你俄罗斯没威胁 俄罗斯三维一体发射 人家美国人都不认有威胁 你这个朝鲜的弹 人家美国人一样是为你没威胁 美国人现在最害怕的是中国的 中国的弹 这个事你说落在这个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 那么日本人跳脚 在这紧张 你紧张个屁啊 这他们又没乱 你专属经济区以内 你紧张个屁啊 这事跟日本就没有关系 这个弹能打你吗 这弹怎么能跟你日本有关呢 日本紧张个屁啊 咱也不知道 这个朝鲜洲际弹道的这个水平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美国人的情报 包括俄罗斯的情报都确定了 这个弹从来没进行过这个全城设计 就是说朝鲜没进过全城设计 它掌握的洲际导弹载入的这个技术 可能不全面 或者说就不具备载入 这个咱们说载入阶段是高传因素 它的隔热包括导弹的这个稳定性 没有任何人证明 没有 从来没实验过 你看它的短程导弹飞行速度 是吧 这个好像是很快 但是和那个高传因素末段 二十几马赫 二十三马赫吧 那种完全不一样 战斗部你可以可靠工作 但是如果进入二十三马赫以后 能不能烧穿呢 洲际导弹载入时刻是高传因素飞行 大气的环境变化 对战斗部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包括朝鲜 掌没掌握这种技术 载入技术 这都是美国人现在不相信的 包括你卫星能上天 你的导弹也能上天 但你能下来吗 现在考验就是美国人不相信你能下来 这个弹下来以后 朝鲜的卫星也多次试试过失败了 就是你可能发射都费劲 说明朝鲜的导弹 特别洲际弹导弹 确实是美国人不相信 就是你不靠谱 对于朝鲜来说 导弹不靠谱 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说 咱们看更危险 为什么 不靠谱 也意味着我被打完以后 我也不知道打到哪去了 对吧 它能覆盖你美国 但是打到哪去我不知道 对吧 这个留下的想象空间就太大了 我觉得这一枚弹 也是让美国政坛确实是 咱们讲了 美国人确实不相信你末段能图防 但是这枚弹 现在这个时刻 也确实让美国人心里边打一个机灵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弹落在哪 朝鲜是频繁发射导弹 这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双重目的 西方国家其实一直指控朝鲜 实际就拿指控俄罗斯 那套话术直接套上去就可以了 政治上说 无论是俄罗斯 以色列 朝鲜都认为特朗普当选是符合他们立的 对吧 而且用导弹发射来影响美国政局 朝鲜选择在这个时刻发射导弹 可能对美国大选确实有作用 咱们刚才讲了 实际就是告诉美国选民 拜登失败了 朝鲜半岛政策失败了 只要精准的把握控制国际局势走向 那么其实现在看朝鲜 还真有可能影响 美国大选 结果 别忘了 昨天晚上 美国的川普的股票 川普系列的股票 全部暴跌 你可以想 这就是华尔街已经行动了 对于美韩 这个川云建放完以后 你看 这个华尔街也行动了 美韩两国 怎么应用 应对这个朝鲜和俄罗斯 现在对这个行动 首先俄朝双方至今没有承认排兵这事 官方没有承认 但是在一直行动 原先也不肯承认的原因 可能这个事跟美国有关 尤其是美国大选还没有结果 美国国防部不仅证实了 而且第一次表态 朝鲜军人已经进入俄罗斯 而且肯定是超过一半 而且还有可能继续增加 拜登总统的说法 说进入俄罗斯的朝鲜军人 已经成为乌克兰与北约合法打击目标了 还有就是美国韩国 举行了212会议 接下来就是怎么去增援乌克兰的问题 日本也有动作 假如确认朝鲜已经派兵作战的话 接下来美韩可能在三八线 或采取牵制朝鲜纵作 你派兵去吗 我得三八线 动荡让你兵回原 半岛全面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不过这是外媒一些猜测 因为在洲际弹道短发射 这个背景之下 没有任何人敢挑战朝鲜 现在 鉴于韩国承受不了这个代价 朝鲜要自保 那就是军力部署 你要打破平衡 美国人可能要把大兵 大量的兵力要压进去 半岛开辟战场 已经是他第三个战场了 美国人第三个战场了 欧洲中东 朝鲜 当然人家不可能就是让你朝鲜这么耀扬威 相反 他们可能会找这个借口 然后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连助 换句话说 我觉得北约最有可能的行动不是在朝鲜漫岛 它可能就是加大在俄罗斯的乌克兰的投入力度 所以现在半岛不敢轻易的开战 一个是韩国 也确实害怕 另一个趁机可以把战事转移到俄乌战场 韩国人可以借机把增援部队或者增援的物资派到乌克兰战场 用乌克兰的战争来消耗朝鲜 而不是在朝鲜半岛来消耗 看到了吗 如果你要是隐居 你是不是也是这个逃 间接的通过乌克兰战场来消耗掉朝鲜的兵力 朝鲜的资源 就说朝鲜兵大概率要在这来当做耗台了 韩国人完全是不在意的 你把兵耗在那当然我愿意 而且将派军事顾问大概率了 韩国要派军事顾问去了 韩方这样做可能是一个是积累战场经验 同时避免战火烧在自己这 同时还能跟北约结个盟 美国和北约趁机是不是可以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限制了 你看这一千亿发动圈身 就是向乌克兰可以提供更多的远程打击武器 因为我打的不是俄罗斯 我打的是朝鲜部队 鉴于俄朝并没有明确这个事 所以后续还有变化 就是普京也在观察 如果真的对自己不利的话 他可能就否认了 再加上北约现在也见不到朝军 因此我认为加莱一直越狱是要参战的这部分北约国家 可能他们是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国家 可能要穿上志愿军军服 然后进乌克兰战场作战 朝军去了 那么波兰的志愿军 东欧的志愿军也要去了 双方之间就在乌克兰跟俄军干 未来就发生这种情况 而朝鲜现在看 用火星19洲际弹道弹 其实没有威胁了美国 美国根本就不怕的